至於第二關,也是西班牙盃 星期四第四場的伊巴對希航 也是甲組對月組 這場幫我選擇什麼呢? 選擇讓球 伊巴讓一球球半 賣伊巴,是2.14倍 怎樣選擇呢? 這兩隊球和剛才之前的兩隊一樣 也是甲組對月組 但我選擇讓球的原因 主要就是 伊巴在本土賽事的甲組 踢得非常不錯 10場中贏了6場 和2場,輸2場 在這10場的主場賽事 其實都拿了分數不少 希航呢? 講一班樂月組,好像一沉不陣 在10場的作客都贏了2場 和3場,其餘都是輸球 比我感覺上 現在第四圈 第四圈的賽事 其實要踢的是有排踢的 不如先搞好自己的聯賽 何況首回合 首回合 在希航主場中 伊巴輸了兩顆 其實他主場賽事都非常好 贏王馬3-0 贏侯爾斯卡2-0 對著阿拉維斯 都是反勝2-1 亦都和不以包 在這個形勢之下 其實贏兩顆也不會太難 當然贏三顆 或者四顆 其實都有困難 但如果一球半兩球這個盤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即是一球半 因為始終比我感覺上 希航 作客賽事都比較差 對著奧維多也輸1-2 半場已經輸2顆 作客亞美利亞 亦都輸1-2 對著卡迪斯 亦都輸0-0 即是失球數字都比較偏高 因為始終不停有波勢 去到這裏 那變了 伊巴其實 應該是可以贏兩次三球 次關入買一球半的 有高水的 其實都是抵薄